現在我們講到植物外面有一個細胞壁 所以有時候很好玩 因為細胞壁是一個類似死的結構 它不大會在動 但是裡面的細胞膜以及裡面的細胞脂 它就會膨脹過萎縮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植物細胞如果在滴漿中一內的話 那水不斷的灌進去 它細胞就會一直越來越大 但是到最後會貼在細胞壁上 那細胞壁的力量還夠 所以就會把細胞整個成組 細胞就會變苦苦張張 就像我們把氣或者是水 灌進氣球裡面去一樣 它就會整個這樣苦張起來 那相反的 如果植物細胞被放在高漿容易內 細胞壁不會動 但是裡面的部分 就會一直不斷的溫縮 在高漿容易內的話 其實它就會這個細胞壁沒辦法動 可是裡面的細胞膜 乃至於裡面的細胞脂 它裡面的壁就會不斷的往外滲漏 所以我們假設這是一個 植物細胞 然後呢 外面有細胞壁 外面有細胞壁 然後呢 當然白色是細胞頭 覺得是細胞壁 然後因為植物細胞大部分是一個 大大的液套 對不對 然後因為是立體的 所以你說這樣看下去 會覺得整個植物細胞都是那個液套的顏色 例如說最明顯的 我們做這個實驗就是用紫裂外面積 然後它的液套裡面就會有這個花金屬是紫色的 然後你再整個鏡頭就會看到 哇整個都是紫色的 難不整個細胞全都是液套嗎 當然不是 它會有其他的誇張 可是呢 因為是立體的 所以我們從下面看下去 會覺得是液套幾乎占了整個範圍 所以你呢 一開始就會看到它整個 裡面整個都是 裡面整個都藍藍的 整個都藍藍的 或者我們說紫非萬年輕嘛 對不對 然後整個都是紫紫的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低膠容器內的話 水就會進去 然後它就會貼著 整個東西都貼得很齊 細胞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然後顏色有一點點淺 可是我們肉眼看出來 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在高漿容器內 你如果把它放在高漿容器內的話 那高漿容器有沒有看到 這邊能夠高漿的話 雖然是不要快吸水 所以細胞把水吸出來 對不對 抱歉 外面環境的水把細胞裡面的水吸出來 所以一直吸一直吸 它就會一直縮一直縮 一直縮一直縮 所以有時候很誇張 會縮到只剩這樣 那種一點點 只剩這樣一點點在角落 只剩這樣一點點在角落 然後它的顏色就會很深 那這個我覺得就看得出來 這個顏色就會很深 好 那當然我這樣畫太誇張了 所以你不用畫很誇張 你就畫它縮一點點就好了 好啦 然後它就會縮 就會縮這樣 它就會縮 就會縮 像它的縮樓有縮 那我問你喔 它這邊變成什麼 不可能是真空啊 對不對 然後細胞壁 它其實是多孔的材質 所以這邊就跟畫面的 容力是一樣的 然後細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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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裡面 所以我就要畫一個細胞膜的邊界 細胞膜 然後呢 細胞膜跟裡面的細胞脂 當然最主要是膩膀 然後都會整個維修 那維修之後 這個應該跟細胞壁貼在一起 結果沒有就分開了 我們就把這個現象叫做什麼 叫做直離 它就叫原生直分離 簡稱為直離 或者是簡稱為直臂分離 細胞膜和細胞壁 發生分離的現象 為什麼不叫膜壁分離 為什麼它叫直臂分離呢 大家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所以你要知道 它的這個直臂分離的直 並不是專制細胞脂 而是指原生直 什麼叫原生直 就是構成生命的物質 那細胞壁本身 植物把它做好了之後 它就變成是不管植物是活 它都會一直存 那例如說這個木頭啊 對不對 那它就曾經是樹的一部分 它已經死了 現在一次可以被我們使用 所以大家在講原生直 是構成生命的物質的時候 這個細胞壁比較認為 它不是沒有生命力 就是植物已經也不會去 攻擊它養分的 然後顏護它 它也不需要這樣的一個物質 滲透我們剛剛是不是跟大家說 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作用 就成為滲透 水通過半透膜的擴散 那它到底是哪一種擴散 我們以前都認為它就是簡單擴散 就直接擴散過去就好 結果後來科學家發現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拿來德爾諾克爾生理去講 還是化學講 本來就是德爾諾克爾講 那你就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 所以呢我們才說 雖然說科學家也沒有全世界 每個細胞都有減變 但是至少都發現 有些細胞上面是有運輸蛋白的 然後讓水來通過 所以如果水它通過細胞膜 並不是這樣氧跟微氧化碳直接激過去 而是有一個蛋白質在幫它 那它就會變成是便利過散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它是一種過散 就是在細胞膜上有一個專門的運輸蛋白 然後呢它就是幫忙 把一個洞讓就專門讓水過去 那就叫水通到 就是那些洞 而是很好的洞 但是它是因為 那裡